不鏽鋼炒鍋 不鏽鋼炒鍋 食用了炒跟炸的功能 今天就為大家帶來稍有難度的監獄喔 Uma將黃魚所準備的材料有 黃魚 薑片 檸檬片 米酒 鹽巴 及胡椒鹽 首先將黃魚撒上一點鹽巴及米酒 可以去腥、脊乳味 煎魚時就怕魚皮破了 這裡提供一個小秘訣 鍋子一定要熱鍋熱油 先放一個薑片自鍋底 再撒上一點鹽巴 就可以放入黃魚 下鍋時確保食材與鍋面之間不沾黏 這個步驟可以證明你的油鍋溫度是否夠高 溫度夠高表面便會熟成 食材也不會貼鍋啦 煎的時候要不時的去滑動食材 確保魚皮沒有黏到鍋面 鍋後炸上胡椒鹽 擠點檸檬汁 三間黃魚就完成囉 忙完加飾讓雙手休息一下 滋養愛護雙手 我都是這樣子保養的